亲爱的各位朋友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最新一期娱乐早知道,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做得还不错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秋缠中叶冲面林宫本对驰骋发电报信号的层层追查,和对自己严密的监控,他究竟要怎样做才能解救驰骋于危难之中呢? 最新剧情中,叶冲从英国间谍伯恩那里截获得有关日本的作战部署,已被湘江转交给了驰骋,于是驰骋不得不想办法利用小轿车移动来发电报,可还是被精明的公盟捕捉到了信息。 由于这信号太难确定位置了,狡猾的公盟请左胜大藏出马,让叶冲这位电讯高手来帮忙,但他又不放心叶冲,所以要立马要封锁叶冲的监听现场。 这无形中就给叶冲出了一个天大的麻烦,他该怎么办呢? 就在此时此刻,叶冲表达了,要到找移动电台信号,是极为困难的事。 为了确保成功率他表示不放心,要亲自去检查一下侧向车。 那在这极为关键的时候,叶冲为什么要特意的去检查侧向车呢? 在这个问题上,我们首先要分析叶冲当时自己的处境,和他当事后的想法。 在面临左腾大藏和公本,让自己马上投入到搜索电台信号当中去时。 叶冲是绝对不可能不做的,但是一答应下来就要被公本封锁起了。 而且公本确实也是这样做的,那么就没了时间,没有了空间去把救援的信息传递出去了。 而且自己又是一个电讯高手,总不能说找不到吧,那么说迟程被抓那就成板上钉钉的事了。 所以他必须要想办法把信息传统出去并让人就迟程,而他只能尽量的拖延一下时间,于是叶冲马上做出一个决定。 说自己要亲自去检查一下侧向车才放心。 同时,叶冲利用自己的身手,在侧向车上放一个类似定位跟踪的装置。 随后就借故当着日本兵和公本的面前打了一个电话给林小庄,说他晚上有事,叫林小庄一个人好好的去玩。 这就无形的把信息传递给林小庄了,林小庄那可是他从小玩到大的兄弟。 同是侵权上野的养子,他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,他与叶冲的默契度那绝对是完美其的。 一接到电话就明白了叶冲话里的意思。 当然,这也是他为什么能找到公本行动地点的根本原因。 原来,林小庄一接到电话后,就马上简单的画了一下庄,来到军政处寻找侧向车。 由于叶冲在车上留下了定位装置,很快就被小庄给找到了。 从而小庄一直小心翼翼地跟着侧向车后面来来回回地转动着。 最后在叶冲已不好确定,具体位置的接口下留给了驰骋足够的发报时间。 在等到驰骋发报完所有信息以后,叶冲才把驰骋发报的确切位置给公本。 而此时小庄早已跟随侧向车到了现场。 当看到公本找来时,画了庄的小庄借着流利的日本画,会有两位日本浪人去找公本的麻烦。 从而拖延了时间,让驰骋成功地把车上的电台给转移了,最后让公本扑了一场空。 先有灵溪一点通也许说的就是,叶冲与灵小庄这两个人的默契配合吧。 兄弟俩的CP感十足。 这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,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,请点击订阅。 一路由你,随日而行,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,我们下期再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